一 二 二 三 三 三 魔法拉巴機 魔法拉巴機 請你看仔細 拉巴機來了 蘋果姐姐 我問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鑽蜜場的遊戲叫做躲貓嗎 而不是躲狗狗 躲兔兔 躲兔兔呢 鑽蜜場就是貓抓老鼠的遊戲 當鬼的人要像貓咪一樣去抓人 其他的人就要趕快躲起來像老鼠一樣 不能被貓咪發現 所以捉蜜場就叫做躲貓貓了 原來是這樣子 我發現我們家的小貓咪也很喜歡玩躲貓貓 平常我把球球放在桌子底下的時候 牠都會衝過來找 沒錯 貓咪就是天生喜歡玩躲貓貓 今天哥哥姐姐也在玩捉蜜場的遊戲 不知道牠們躲到哪裡去了 那我們趕快去看一看吧 好 我們來玩捉蜜場好不好 好 太好了 那我們來猜拳 輸的那個人就要當鬼 好 好 剪刀 石頭 布 來 輸的那個人 好 到我當鬼 數到十就要開始抓人了 好 好 準備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多好了沒啊 好 開始抓了 你們在哪裡啊 好 小心 我就要抓到你了 我來了 嗨 你們在哪裡啊 在哪裡呢 布丁姐姐 我發現你了 你怎麼這麼快就找到我了 你好厲害喔 好開心喔 那我們再去找別人 好 走走走 躺躺姐姐 你在哪呢 我知道 有可能在後面呢 好 躺躺姐姐 我看到你了 怎麼這麼快啊 下次我一定要躲在一個 大家都找不到我的地方 好 那你下次加油 現在我要去找焦糖哥哥囉 好 走 焦糖哥哥到底跑去哪裡 你們有沒有看到他到底在哪 他都告訴我啊 我記得他剛剛好像往 我才不相信的 小朋友 拜託幫我先想看 焦糖哥哥到底在哪裡好不好 趕快幫我仔細找一找喔 我記得他剛剛這個是我 不是 那邊嗎 哪裡 那邊 大家趕快幫忙找一找 焦糖哥哥到底是躲到哪裡了呢 好 那親愛蘋果姐姐 給大家三個提示喔 一起來看看第一個提示是什麼 第一個提示是說 焦糖哥哥好像躲在桌子底下囉 那第二個提示是什麼呢 一起來看看 第二個提示告訴我們 焦糖哥哥躲在沙發的後面 是這裡嗎 那我們來看看第三個提示是什麼 第三個提示告訴我們 焦糖哥哥躲在壁爐的後面了 到底哪一個提示才是正確的答案呢 依照果凍姐姐的判斷 焦糖哥哥應該是躲在桌子底下 不知道小朋友答案是不是跟我一樣喔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正確的答案就知道囉 答案到底是什麼 拉巴提來告訴你 原來焦糖哥哥就躲在桌子底下 趕快看一下 焦糖哥哥我抓到你了 終於趕快 麻糬姐姐 妳怎麼這麼厲害 我躲在桌子底下都被妳發現 因為有大家的幫忙啊 而且妳剛剛的腳都露出來了啦 有差於一點 太大了 我太不小心了啦 沒關係... 那我們再玩一次 誰子換誰當鬼啊 換我... 因為我剛剛先被抓到的 那我數到12就開始囉 好... 1 2 3 問題 怎麼這麼快啊 來 原來啊 焦糖哥哥就是躲在桌子底下 而且他還露出硬隻腳 難怪會被發現 小朋友平常在家裡 也可以跟爸爸媽媽一起玩 觀察力的遊戲 這樣子一定可以跟小偵探一樣厲害 那我們魔法拉拔機下次見了 拜拜